還要帶您來看的是陸軍航特部是在屏東九棚基地 進行了年度神音操演 那麼前兩天看到有阿帕契直升機 還有發射這個地獄火飛彈 今天是最後一天 輪到的是眼鏡蛇攻擊直升機來登場 場面相當震撼 航特部在九棚基地的聲音操演 今天持續進行 輪到眼鏡蛇攻擊直升機上場 發射香尾蛇飛彈 精準命中目標 軍方說上午一共有18T次的眼鏡蛇直升機升空 每一T次兩架地面部隊會先發射熱焰彈 接著眼鏡蛇直升機的掌機 發射香尾蛇飛彈追蹤熱源攻擊 在攻擊完畢之後 遼機立刻發射熱焰彈 當作掩護脫離戰場 警戒在眼鏡蛇攻擊直升機之後的就是黑鷹直升機 操演的科目是電子反制作戰 模擬敵方 發射飛彈黑鷹直升機立刻發射干擾斯熱焰彈進行干擾 另外運輸直升機也在現場演練如何在任務結束之後 利用熱焰彈當掩護在最短時間脫離戰場 十多名騎機車環島旅行的民眾經過發現直升機射飛彈 連忙停下來拍照 航特部所屬的航空六棟腰跟六棟兩旅 從二十三號開始 一連四天在屏東九棚基地進行年度的聲音操演 包括阿帕器攻擊直升機 眼鏡蛇攻擊直升機 還有戰收直升機等等全部齊聚九棚基地 這幾天來發射的刺針地獄火跟香尾蛇飛彈 場面震撼也吸引不少軍事民圍觀 記者胡幫松 吕昭燕 SNG小組 屏東報導